這什麼時間 這個時間是帶我來頭的 通常白鬼老闆他幹大事的時候 都是在半夜 他做的什麼金裝金布金舞 都是挑半夜 他覺得半夜他的靈力特別強 靈壓的東西 他的靈壓特別強 他的靈感就來自於半夜 他每次來半夜其實也是有一部分原因 是因為他覺得半夜做東西比較 不會有人去撞機率 然後他那時候比較好抓到這個規律 那他這一次會把他的所有帳號的TJ卷 都用出來 那這場直播 大家記得嗎 上一次我們第一次超級任務的結果 20張TJ卷只完成一次 今天我們把這個紀錄刷新 我們現在把它更新掉 變身從0-0開始 OK今天重新計算 我們之前有討論過 他覺得比較好的時段是大概3點上下 所以我們現在慢慢的慢慢的帶節奏 帶到3點 再把事情做完 前面這幾隻 他會先試一下今天的水溫 好啦 現在要下金了 昨天就是那個最後一開始有幾個人把主機抽走 然後全場的人都很失望 那個獎項雖然價值不菲 但是你抽獎的人也要付出一定的覺悟 凡是重大獎者會依照你的獎項 去給予你不同的杯子 像那種抽到什麼主機的不用想的高粱一杯 變身1-0 我等一下改一下 幫我記一下 幫我記一下 我等一下再改那個面板 哎呦 娃娃TJ各位 我們今天只要成功兩次就可以 目前是變身1-0 娃娃0-0 現在選了一張土龍者 這算是 這是個神操作 等一下會不會 不會不會 等一下這一定中地龍 我在講什麼 等一下一定中地龍 一定是地龍 沒有 沒有 應該是從 應該是從那個 哦 沒有 我覺得他長得可愛 拍第二隻 等一下下面 我們會接著開其他的帳號 我們先把法師這兩隻用一用 我覺得蠻有派頭啦 你進去那個萊特維廷大廳 我們就在1樓 後來觀眾有跟我說 那個 萊特維廷好像是近一兩年 台中婚宴會場的熱門首選 哦 這是第二隻的變身嗎 OK TJ 我們準備要2-1囉 看了我不要多講話 我們先閉嘴 我們看老闆盒 幫我記一下 2-0 他們說今年的TJ不簡單 怎麼說 就是 死去的蠻多的 哎 我今天特別不用固定IP 我今天是用浮動IP 我特別把IP換掉了 其實你們每一次 不管什麼活動啊 別人都會認為第一天特別好點 那是因為第一天點的人太多 呃 變身娃娃2-0 2-0 壓力甚大 好 我們現在換這一隻 撫滅者天生丸 好我現在離老闆大概一公尺的距離 讓他 感受自己的臨場 丁丁蠻像左藤劍 現在你眼鏡有沒有看錯啊 好說好說 之前有人說我像那個 像那個龍澤修 你們要聽聽看你現在講什麼 欸 重金我們至少變成3-1啊 你不要這樣講 我只 我為了你我直接第一把我就點了 我不信他會重金 月之死利安 哎呦這帥 這次帥 好我去 我去外面晃一圈 看這個會不會中 我先晃一圈 你 你等我 我出去晃一圈 那我猜太慢了 沒中 沒中是不是 沒中 完了 3-0 3-0 下一隻要開誰 直接進白鬼 老闆直接殺出 放出殺手鐧啦 白鬼 我覺得杰倫 唱的不是rap 是一種旋律 是一種精神 對啊 就是一種 他早期他的歌就是跟把妹精神 就從 從杰倫風 從裡面的歌 你可以學到非常多把妹的一個 經驗跟很多訣竅 拜拜 是 槓0了 你很隨性的 你邊聊天的過程中 你就邊點 幫你衝那個 不是不是不是 你 你 你一定要中啊 一定要中 沒有 你要努力啊 你不能隨便點 我不能隨便 你要有靈感 他真的很硬 你就是風水 我就是風水很硬嗎 我這邊風水只適合點裝跟製作 好啦 鱗 唉唷 鱗偷偷的轉了 雷神耶 我覺得沒差 因為 我覺得鱗最主要就是需要 衝等嘛 他現在目前目標是91 對啊 我們今天其實今天是救援啊 任務但是能不能成功其實 要看狀況 還有還有機會 我們不要放棄 等一下我們現在目前是5-0了 哦對了 我剛剛說 下一隻要出去嘛 我我去客廳 讓老闆一個人靈感 我們看一下上一次的三金娃那個到底會不會再次成功 沒中哦 看來我的力量已經擴及到整個房子了 不只是一個房間了 下一隻 沒有啊這個真的TJ本來就是很硬的東西啊 大家平常心看待就好啦 也不要太多有太多想法 真的平常心看就好了 想看你們自己的TJ 也是有人成功有人失敗嘛 你也不可能每次都成功啊 平常心 對目前看到了 彼岸這隻也是從槍手轉成了雷神 其實也不是這次TJ硬啊 是TJ每一次都很硬 因為他的機率死的 放在那邊 所以真的是幾家歡樂幾家醜 你們也不要說什麼第一天很多人中什麼的 第一天是因為很多人點 那個分母量很大 後面沒人中 是因為後面點的人變少了 大家很急啊不會把那 不會每個人都跟我一樣這麼能忍啊 存到最後一天才點 如果要不是因為有那個超級任務啊 我的TJ也是最後一天才點啊 等到那個回收的最後一天我才會想點 我們現在是變身6-0啊 娃娃來 包個電影院請參加的人去 順便因阿凡達2再看完電影院 如果包個電影院然後 可以點金武嗎 你說那螢幕用那螢幕嗎 對啊 蠻屌吧 是沒有人去跟電影院討論過的東西啊 如果你應該就是給他們包場費的話 應該是可以的 他們應該可以辦到 這個蠻屌的阿 不過應該只有深夜阿 因為白天他們很多人要看電影 可能都訂票訂好了 只有深夜場那種 才有可能 雖然我是有認識電影院的人 因為我之前 我朋友他們包廳 他們是有認識電影院的工作人員 可是不在台北阿 不然去招待所也可以 只是不得那麼多人而已 電影院比較有氣氛阿 很特別 不然去租那個阿 那個 威秀的那個 Titan廳阿 那種 特殊的電影院 那種42吋螢幕的 超大 你要包電影院 看那部電影可以 可是你要包電影之外的事情 沒試過 沒有人問過 變身娃娃6-0 屠龍者 哇 新的 新的 這一隻目前重播1啦 如果再重播2的話 就可以 搞個下 一個人的座位 一個人想著一個人 沒事啦 你看起來是 你看起來是比令狐從年紀沒錯啦 不過我原本以為你大概 30出 不是因為長相 而是因為 玩天堂 玩天堂的人 其實 玩天燕的玩家 我都估計基本30起跳 哇 差點 7-0 欸工程師 你這樣子到底 才沒有讓別人完成任務啊 蛤 欸我是正常的判斷裡面 大概 現在有在玩天燕的 這種老玩家 應該都是30起了 30起跳 我太難了 哇 兩個都7-0 我們今天這樣合幾次 你們可以算一下 你們知道到底多硬啊 雖然說是我們今晚是 蠻輕鬆的氣氛 邊聊天邊點TJ 可是這樣一直失敗 我必須老實講啦 就跟你們點裝一直爆掉一樣啦 多少會影響到心情啊 我現在有點被影響到啦 我覺得看怎麼會這麼 怎麼可以這麼硬 11%怎麼搞得好像1.1%啊 好啦 大家幫忙刷一波金色吧 來刷一波金色 一次上金 拜拜 像剛開始我覺得這 這個樣子就蠻鎖的啊 嗯 對啊 那我會比較建議 改天再點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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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